在长沙一个圣内公园 号称全国第一个政治对外开放的全透明玻璃公厕开放了 这个厕所四面八方均由全透明玻璃组建而成 开放当天引来不少游客参观 但是并没有人亲身体验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今天是周五 大家记得晚上回家 11月1日下午 八中市南江县13岁的少年 号号离家出走 15分钟后请拿叔叔在一个饭店找到他 号号说平时家里管太严 这里喜欢打英雄联盟不要上学 加上前段时间 中国在英雄联盟SC全球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输掉 就更不想赌输了 想念几年技术代表中国队出赛 看了一下这楼的评论 我陷入了深思 根据南墙官网显示 已经开始了电竞专业 电子经济应用技术专业课程 由技术课 专业课 实讯课 以及港间培训构成 保障丛林技术到精通 最终直接进入企业工作 同时还开车电竞学院 分2.5年专业培训 和三个月短期培训 大家都在为英雄联盟夺冠而努力 4月1日 广东广州 一个辅导班的小男孩 突然和老师说 要去上厕所 结果回来的时候 也让附着面膜 看同学都在笑他 男孩先是把面膜撕了下来 被人看的时候又敷了上去 我想我知道了 这些年上痘痘的原因了 大家也要做一个精致的 住住男孩和住住女孩 雷军市嘉余县 明治原木家具厂厂长 在2012年12月的时候 从长江捞上了一根木头 有19米长 5吨多重 4月1日 几位园艺文物专家过来鉴定 发现是一根来自明代的 金士兰阴陈墓 前身来自四川雅安 属小叶真男 生长期200年以上 曾在水下有400年 书步估计价值在2000万左右 雷厂长表示 愿意无偿捐给物工 祝军到了中午的贴灯线道环节 小伙子不坑人也不骗人 咱们凭着真材实断咱们卖货 大姨往这手来 大姨二爷 说这是一杠 说这是两个花 说这是三个花 说这是四个花 说这是五个花 说这是六个花 说这是七个花 说这是八个花 说这是九个花 我记得我们用电玩宝 都是偷偷地用 想了半天 想吃螃蟹啦 我记得这个花 和那边 5个花 然后又我记得 我集中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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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